其實蠻多地方已經都預先幫你定義好名稱了 所以有的時候慢慢大家會習慣 會先把一些範圍先定義好 所以以後的話假如你拿到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到底人家這個檔案裡面 假設你是接鎖人家的相關資料 然後如果說他本身已經幫你定義好 有一些名稱的話 那你就要懂得如何拿別人定義好的資料 以後的話配合一個F3 就可以把那個範圍給帶出來 所以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你有辦法把這個資料快速把它抓到你要的資料 那當然後面你要做那個樞紐分析 相對的就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最難的好像是前置作業 反而前置作業做完之後 後面你要做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表 其實相對的就比較不會這麼麻煩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先來了解 這個資料裡面到底已經幫我們做了哪些定義 那我們從那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個 它好像第一個 分類表 我們來看一下分類表 你可以點選這個名稱之後 下方的話就會有對應的一個範圍 比如說分類表它到底指向哪裡 你可以發現它這個分類表 對應的就是這個範圍 其實這個是什麼 分類代號 基本上分類應該是產品 產品的代號 產品的代號 然後產品的名稱 這家公司的話 主要賣了主要五項產品 會油牌 記憶體跟這個顯示卡 主機板 還有什麼桌邊設備 那你會發現它選舉的範圍 不是說它只有選這五個 你會發現它底下有沒有 它有預留一些範圍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說你希望 假如說這個範圍 可能會再增加項目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學起來 以後的話 這個範圍就可以怎麼樣 給它一些 底下其實它定義到多少 定義到101 但實際上它只用到哪一個 用到第六吧 OK 後面其實都是多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以後吧 如果你假如增加一個編號 然後再增加一個內容 它一樣會把它帶進去 OK 那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聰明的 因為常常說 老師如果我現在固定住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再改 現在再改 那改不是有點改不完嗎 那不然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乾脆預留一個空間 這倒是也還蠻聰明的方法 另外的話還有人怎麼做 乾脆就把整欄選取 有沒有 整欄選取 然後整欄選取的話 以後 反正就一直補就對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有蠻多彈性的 那當然你可以 針對你實際上 遇到的狀況 可以再調整一下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 這個範圍 就是分類表 有沒有 記得喔 選的時候 它是沒有選到 上面的欄位名稱 OK 因為欄位名稱 不是我們將來要做比對的 所以上面不要選到 再來客戶表 下面客戶表在哪裡 客戶表是在 這個範圍 它在哪 客戶的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客戶表總共有五個欄位 裡面的話包含還有 縣市名稱 所以剛剛我們有看到 其中有一個地方就是 可以針對客戶的代號 去查出它的縣市名稱 OK 所以這個所謂的縣市名稱 應該指的是 客戶它的所在的地址吧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客戶表 那員工表的話 我們來 員工表其實就 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一樣五個欄位 那會有員工編號 然後一直到 員工姓名代號 所以這有個部門 所以或許可以從 員工編號去查出 那個部門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 就商品表 商品表的話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商品 那裡面的話 就是從那個 產品的代號 甚至可以查出它的 什麼 這個分類編號 OK 還有分類名稱 部門表 部門表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範圍 部門表這兩個欄位 這比較單純 那這個是 單頭 OK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這個 消貨單 OK 所以消貨單裡面的話 總共A到H 這幾個欄位 然後再來就縣市 縣市的話 基本上就兩個欄位 這比較單純 我們大概有一個基本的 清楚 它裡面已經 幫我們預先 準備了這些名稱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從 左到右 比如說第一個 你看到黃色區域 就是我們要做的 這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 我要查出那個 所謂的 這個 部門名稱 部門名稱裡面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哪個地方 查出部門名稱呢 其實可以從那個 員工編號裡面 基本上應該可以 查出我們要的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我可以直接從這邊 一樣插入那個 函數 然後呢 我們一樣用那個 前面用過的 V函數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V函數 那一樣會遇到 總共有四個問題 基本上慢慢大家熟悉 應該都很熟悉這個使用 第一個要查什麼 所以我們要查的 主要是根據什麼 根據我們的 部門代號 OK 然後去哪邊查呢 按F3 請它跳出來 這邊的話呢 當然裡面有所謂的 部門表 我們可以從部門表裡面查 那查的話 查到他的第幾欄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所以你可以把優標 再點擊第二個參數 他會跳到這邊來 第一個是他的代號 那當然就把第二欄 所以把這邊輸入2 然後 比對方式的話呢 那就是完全比對 所以把它輸入0 要一模一樣 OK 不要模糊的查詢 這另外按確定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把各部門的名稱 從他的部門代號查過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所謂的那個 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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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怎麼查 其實我們可以從哪個地方呢 插入函數 一樣 找到那個減數以參照裡面的V函數 然後查什麼 欸 這地方可以從哪邊查 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從Table 再按F3 裡面有沒有縣式表 有欸 縣式表 所以其實你可以針對這個縣式表去查 所以縣式表 它對應的話 一定就是縣式代號 有沒有 從縣式代號裡面去查 縣式表裡面的第幾欄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再點一下縣式表 它會跳過來 縣式表在這裡 就是這個 縣式代號的第二欄 所以啊 直接輸入2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 假如你可以掌握的話 可以 所以當然很快就可以把你需要 產生的資料先建立起來 然後商品點過來 分類名稱的話 那當然這邊有沒有一個分類表 插入函數 這個最近使用過的 用那個 這個V函數 一樣 那它裡面有沒有一個 叫做分類表 不過有 我們一樣 Anterior的IF3 有沒有叫分類表 分類要按確立 那我們看一下分類表 除了你可以從旁邊這邊看到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有方法 再點它一下 它會跳過來 分類表出現了 在這裡 所以喔 分類代號 分類名稱 所以呢 我們分類代號在這裡 去分類表查 查回來的話 給我第二欄的資料 那比對方是一樣 是要找完全一樣的 所以按確定 然後把它的分類 全部都查回來 那不過查回來之後 你會發現喔 那這個地方呢 底下Nars Available 為什麼Nars Available 所以注意到這個地方喔 我們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的 那個 分類表 看一下 是B01 B01 B02 B02 嗯 這話呢把它改一下 不是選到產品代號 應該選錯了喔 我想說奇怪這邊 這邊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 這個欄位就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Lookup 選擇這個 D02的 ok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針對這個 銷貨單 裡面的話 查 所謂的那個客戶名稱 好幾個 那當然客戶名稱呢 我們可以針對 客戶代號 應該沒問題 這個 那不過 查完數喔 如果假設你不確定說 這個 用哪一個table的話 你可以一樣按個3 然後 應該有客戶表 客戶表 在這裡 那客戶表 那你可以點選他 跳過來 有客戶代號 查出他的客戶名稱 所以 我們一樣去客戶代號裡面 那查第幾欄呢 第二欄 剛好 所以第二欄 輸入2 然後呢 這邊的話 輸入0 這樣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就是限制名稱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限制名稱 我看一下 限制名稱 剛好是在哪裡呢 他的客戶代號 限制名稱 剛好是第五 所以其實喔 比較聰明的做法 應該是什麼 乾脆就直接 把什麼 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那就不用重新輸入 把這邊改成 第幾欄呢 第五欄 有沒有 這樣就ok 應該比較快一點吧 我印象中這樣 應該快 ok 然後向下填滿 那再來的話 員工 姓名的話 就是員工代號 所以呢 他一樣 V-line數 然後我查的部分的話 是查這個 去哪邊查 按F3 去員工表裡面吧 ok 然後找一下員工表 這 員工表的話 員工編號 然後 一樣是第二欄 所以把第二欄 的員工姓名帶過來 然後 比對的方式的話 一樣是完全比對 把這個人的名字帶過來 給向下填滿 那他的部門名稱的話 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也一樣從員工表 的第五欄 所以喔 你可以從那個員工表 的第五欄 所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 部門名稱的話呢 就根據喔 這個員工的代號 的第五欄 把他改成第五欄 把他改成第五欄 打個勾就可以了 OK 第五欄 把他改成第五欄 把他改成第五欄 那為什麼第五欄 我要部門名稱 所以部門名稱 剛好就第五欄 啊 對啊 第五欄 我剛剛確定 部門名稱就出來了 OK 從那個 這個 這個編號去查 剛好他的員工 的那個資料裡面 剛好有這個部門 再來的話就是主檔 主檔部分的話就是 再來就是商品名稱 商品名稱喔 名稱部分的話比較特殊喔 商品一定會有個商品表 所以我們要根據哪一個 根據他的那個 叫產品代號 就是商品代號 不過呢 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商品代號 跟那個 他給我們的那個 前面的商品代號表 有這個 會有一個出入喔 OK F53 找到那個商品表 好 然後點一下 你會發現喔 商品表喔 他給的這個編號 只有一個開頭 或者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英文某個速式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輸入是0的話 那 他會完全一樣 找不到 所以記得這邊喔 因為一路卡不要找接近的 所以要輸入1喔 找大概差不多接近就好 否則的話會找不到 那我們來看啊 這個地方的話 產品名稱應該是第幾欄 應該產品名稱 第二欄 所以把第二欄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個地方一定要輸入1就好 找大概接近的 不要找0喔 0的話會找不到 OK 來確定 底下的話 上下填滿 那單價的部分的話呢 應該也是在哪裡呢 再來的話呢 也是商品表 有沒有 商品表的第三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商品表 的第三個欄位 所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過來 這樣比較快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直接單價部分喔 看一下這個單價 直接插入函數 這邊的話 他的單價 單價在第三欄 對 所以直接把這邊改成3就可以了 OK 按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要 再做分類名稱 那分類名稱的話呢 剛好就是他的第五欄吧 商品表的第 所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分類名稱的話 剛好是最後一個欄位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5 一樣是找接近就可以了 輸入5 然後打個勾 直接向下填滿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那個銷售的金額 銷售金額部分的話 那我們 他這個題目要求是把什麼呢 把數量喔 乘以單價 這個人不是去查的 數量賣多少 個 乘以他一個多少錢 所以喔 銷售金額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欄位 乘上 乘的話 STOP OK 乘上單價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可以把單價也算完了 也就是說他這個公司 賣的東西 賣的營業額是多少 就可以算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銷售的這個日期喔 那日期部分的話呢 在哪一個地方可以找到 這日期 銷售日期 日期有沒有在這裡 在這裡銷售日期 所以呢 基本上是在這個裡面的 第四個欄位吧 所以一樣我們在 再插入V段數 然後 找的話呢 基本上喔 我們是從哪個地方 找消貨的單號這個地方 然後去哪個地方找 F3 去那個應該是這個 單頭這個地方 按確定 然後呢 把它切過來 有沒有 消貨單號在這裡 然後我需要的資料在 第幾欄呢 第四欄 所以這邊把它輸入4 就可以了 OK喔 4 然後比對方是這個地方 就輸入0就可以 因為會一模一樣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然後第四 第五第六 第七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後面的話呢 這個消貨單頭 這個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對不對喔 實際上是連續的 連號對不對 所以喔 其實有幾個方法 假如說你希望喔 客戶名稱 限制名稱 員工名稱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所以有個方法 就是說喔 你想說老師 可不可以我乾脆 後面不要輸入 我向右向下 就OK了 其實要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4 改成喔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複製貼 把它改成5 改成6 改成7 但是有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這樣做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column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目前column是取得 你目前在第幾欄 那你會發現喔 目前是在第八欄 第八 所以喔 我要的數字 是 等到就是第四 所以你就把這個column 減四就可以了 那column這個函數喔 主要是取得 他目前在哪一欄 H欄 H欄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第六 第七 第八欄 所以喔 你把第八 減掉四的話 那得到這個數字喔 剛好就是多少 剛好就是四 那所以得到會是一樣 那這個為什麼要這樣用 因為 如果你將來把它向右填滿的話 他因為向右一欄喔 他加一嘛 有沒有 把他第八 再下一欄變第九 九減四不就五 有沒有 那第十 十減四不就六 有沒有 十一減四不就七 所以剛好喔 如果你這樣做 用column 減四的話 有個好處啦 以後你不需要 齁 再重新的 去做 不過有個地方可能要鎖起來 哪個地方 你可能向右拉 不要變動的話 請你把A一定要鎖起來 因為A如果沒有鎖起來的話 那向右拉它變B B變C 有沒有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這個A 前面加一個淺的符號 並且加一個column 減四喔 這是 我覺得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如果說 假如你每個地方都要重來 有沒有這個地方再做完 然後一樣 向下點兩下就OK了 所以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 或者你剛剛如果不要向下拉的話 其實這樣OK 就全部做完了 如果是連續的這個欄數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不過 肯定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你的這個 向右加一號的話 記得用column 小魚 column 小瓜糊 然後呢 前面記得加個淺的符號 打勾向右拉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什麼 部門名稱 部門名稱應該是 從哪邊去查呢 部門名稱應該也 第八 這個應該 也是一樣 所以在向右拉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喔 如果 等於是說 這個還蠻有必要 就用這個方法 這個下面好像少了 少了 少了一個 所以喔 如果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覺得用column 是比較OK的 因為如果你不用column的話 那你變成說 你要一個一個呢 再分別再把它重新再貼上公式 再去修改 我覺得比較花時間 W用這個方法 多講一個 有關於column-4的應用 因為column目前 H得到的是第八 8-4剛好得到4 主要是這個 那它只會取得什麼呢 就是會把你現在的那個欄喔 用數字告訴你喔 不會用文字告訴你 所以它回來會是數字 8-4 OK 像右拉就OK 年度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哪一年 哪一年的話應該是根據哪一年呢 它是根據那個消貨日期的年 所以你可以插盤數 如果你要取得消貨日期的年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日期期時間函數的year year部分 所以把這個year year的什麼呢 這個消貨日期按確定 它就取得年的部分 那月份的部分的話 當然一樣喔 插盤數裡面 日期時間裡面的month 它這邊有個month 如果你要取得是 它資料裡面的月份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month 然後把消貨日期指向它 然後下下填滿 這樣子 基本上 就完成 才完成第一階段喔 那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要完成 後面的12道問題 OK 所以喔 前面做完後面才有辦法做 那跟前面是一樣的道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 這個地方 在哪 跟這一樣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 消貨日期 後面如果你要把其他的欄位 向右拉到L欄 一次完成的話 跟剛剛那個inderator 其實還蠻像的 那你可能需要什麼 需要在這邊加錢的符號 因為向右拉 你必須還是要鎖定 你要查的那個資料 OK 然後後面的話 是column-1 然後向右 向下 一次完成 我是比較推薦你用這個方法 來查資料 不然的話 每次都還要再重新再 輸入一次公式 或者重新貼一次公式 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 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階段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什麼 把那個12個問題 利用樞紐分析表把它做完 試試看喔 那還有啊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答案的話 其實另外 也可以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的 第幾頁呢 其實從那個前面 每個地方其實都有了 在第115頁 這邊你逐一逐一看 應該每個 我就按照這個順序放 115 一直到125 這邊的話 都有我剛剛講的這個公式 那只是說 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在124這邊 我是有把它稍微改成 用那個column-4這種寫法 OK 那這種寫法當然呢 好處是說 你不需要重新輸入 大量的一樣的公式 OK 只要你可能要 多學一個叫column的一個函數 那當然對應到column之外 還有一個函數叫roll roll roll函數就是 向下拉會加1 如果你要向右拉加1的話 那就column 向下拉的話就roll 其實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 你不希望每次都突發煉鋼的話 可以應用column跟roll函數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何應用這個資料 這個總表的資料 去了解這家公司的相關的問題 比如老闆問 你告訴一下 全部業績多少 然後各縣市的業績多少 還有各縣市各部門 然後其他的話 各部門的各個產品 的相關分類 的業績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把一些資料對調 做主要跟次要的資料顛倒 然後了解一下 這個公司的一個 總銷量的問題 比賽 來自行的 我們來看 解釋 解釋 解釋